我們今天做薑草青椒雞 薑更常見 這是怎麼組合成一道料理呢 我們把它做起來 今天這一道其實是 當然是種菜 但它裡面有一個 就是通調的技法上面 會讓這道菜 它的味道不是只有這樣子 會再提升上來 就是在中間的小技法而已 什麼小技法 這個就是塞卡的所在 那一樣 鍋子熱我們該煎出雞油 還是煎出雞油 這個不是塞卡佩布吧 這個其實 應該說以前是塞卡佩布 後來太多人在用 就不是塞卡佩布 對不對 就好像你之前 你可能有一套拳法 是你自己獨創出來 可是一流行出來 就變得不是塞卡佩布 對不對 那椒的部分 它比較有趣的是 我們今天的椒 我們不是把它吃 我們不是吃脆的 要吃爛的 有點爛爛的 對 爛爛的好吃嗎 因為其實它 是先有辣椒才有青椒的 對 所以我們今天就用這個感覺 讓它吃出這個椒香味 辣椒的部分 我會有部分把它打掉 對 你們家小孩喜歡吃青椒嗎 不太愛 我們家小孩很奇怪 他很愛 真的喔 對 你們家小孩不太愛吃青椒 青椒算排名前三名不吃了 很多小孩都這樣子 對 但是這個做了之後 他們以後會喜歡吃 對 是不粗吃青椒的青椒 吃得出來 但是它比較像 軟 它比較軟一點 像茄子了 小孩很喜歡吃茄子 不吃青椒 有些小孩不吃茄子 妳小孩吃茄子 不是吃青椒 不吃青椒 好 我們要花一點點時間 把雞油完全要把它煉出來 好 三分鐘 好 我們稍等一下 我們要小火慢慢把雞油的這個 雞皮上的油炸出來 因為這是香味的來源對不對 這個是煎到它的精髓 精髓 所以一定要慢慢來 稍等一下 哇 想不到這個雞皮有這麼多油 你看我們剛剛倒了一點出來了 其實還有很多 這是一隻的 這是一隻雞腿的 大概兩湯匙油 剛剛是多一點 這很正常 然後你要煎到什麼 煎到它裡面的雞皮有沒有 像這樣 唉唷 漂亮耶 這看起來就很好吃 雖然這麵還沒有熟 沒有沒有 就是不要它熟 你如果熟的話 你待會下去炒 它會太乾 然後再來是你現在摸 它是冷的 比較好切 你好切 對 然後把它切成絲 哇 那個聲音有沒有 嗆嗆嗆嗆 哇 一般我都是翻過來繼續煎 然後就可以吃了 沒有 你可以這個樣子 你要煎雞排可以這樣 就是人家這個雞排飯 對 對不對 你煎這一面的時候 上面這邊生肉醃那個胡椒 什麼香料 翻過來剛好 好 好 一般我們會怎麼樣 雞肉再回 下來 下來炒 沒有 我們先炒清澡 好 好 現在裡面 我盡可能把什麼 把皮的部分貼住鍋子 朝下 為什麼要這樣呢 待會兒它就會 炒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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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青椒味就會變得迷人 跟烤一樣 很快 好像在烤青椒 有沒有 烤青椒有時候 就是要給烤肉 看一下 看一下 有 有 有 還沒 好 薑呢 可以放進來 薑 薑好像也不少 這個量 差不多 大概兩公分 我切得很棒 對 我們青椒一般在炒的時候 不太有可能會有這樣子 對 出來 可是我們今天要做的這道菜 就是要有一點這樣子 乾烙這樣 對 燙燙燙燙的鍋子 好 翻過來 它是有一些焦香味出來 對 這個香 焦香味出來之後 再把雞肉放進來 好 辣椒不要急著放 你就要吃的 你現在可以放 但是你不吃的 沒那麼辣 因為是脾氣 對 再來就是辣椒跟青椒 是同種的 可是這樣子炒青椒會軟爛嗎 沒有 會 會 因為現在我雞肉還沒有熟 對 所以等到炒熟的時候 青椒就軟爛 但是重點來了 這個是 今天的重點 這個看起來是 薄薄要熬對不對 怎麼會這樣 不是連這裡 沒有 要做什麼呢 好 火打開 來 蔥放進來 蔥 在這邊練什麼 練蔥油 為什麼現在還要練蔥油 因為我們在做法油料理的時候 其實在尾端的時候 他們就會淋一點雞油會淋 讓它的甜度增加 那 只要說 當然我把蔥放在裡面 這樣炒的意思不是一樣 對 雞油剛剛就發揮不行 可是料理就是有趣的地方 你現在這樣放在旁邊 你告訴你 怎麼這麼香 人不知道你放什麼 奇怪 對不對 好 這就是一個鐵布 就是我們要挖的 黑的薄薄 就是在最後一個淋上 應該要蔥油肌那樣子 對 有蔥雞的意思 你看這個顏色 好 來 現在差不多了 來 酒 一酒 五 好 醬油一點點就好 醬油 提味而已 好 哇 我這個應該很下飯 好 你看那片青椒 鹽巴一點點 一點點 好 來一點點糖 好 攀日節給我 好 好 最後一點點的水就好 它整個呈現出來像什麼 像是烤出來的 對 真的像烤的 因為你看那個青椒 就覺得是烤過嗎 烤過再放進來炒嗎 來 香香香 光是青椒 炒雞肉這麼香 辣椒我們點綴上來 因為我也不吃辣 好 好 來 好 我們的油呢 油現在來 中間把它倒出來 它要濾掉 那個蔥不要 蔥不要 哦 才會讓人家吃不出有蔥在裡面 哦 哇 心機好多 那個蔥留著我可以拌飯 哦 焦了啦 不好 哦 焦了 哦 啊 你去看那個法國料理有沒有 哦 他們真的很在乎這個 就有時候要松露啊 有時候 你現在一點點在這邊對不對 然後你可以怎樣 旁邊淋一下 哦 哎呀 這個 待會吃就是滿滿的香味 就是一些油就很厲害 來 來 試吃 哇 你看這個雞皮 哇 已經炸成這樣 我這個青椒 因為有這個焦香的顏色 看起來就特別好吃 而且它現在真的很軟 那個 討厭的焦味明顯的降起來 取代的是香氣很飽 對不對 哦 因為雞皮的那種 恰香 跟那個焦的恰香 合在一起 然後雞有的香氣 嗯 哇 這 這青椒很好吃耶 很好吃啊 嗯 它現在裡面是甜的 外面是香的 對 就跟烤肉一樣 然後它也不會有一個生味 嗯 一般人不喜歡青椒那個生味 生味 嗯 你看你要記住一點哦 我們從剛剛到現在 我們有放一滴油嗎 欸 沒有耶 完全沒有 完全就是那一塊雞皮的油 嗯 對啊 我們要跟油 食物藉油出來用 這樣嘛 你沒有多吃油 可是又吃到香氣 那等於是你完完全全的 一般人家看到 你是不是過油 你這個怎樣 我們完全沒有啊 對不對 你只要去善用這些東西 然後鍋子的熱度 很多人說 柴米油 鹽醬素 茶 這些都是調味料 或是食材 可是其實還有鍋氣這個東西 也是屬於調味料的一種 是 你把鍋氣做出來 甜度咧 它那個生味會轉成甜度跟焦香 就很好吃 真的 就是這個鍋氣 所以我們要歐過來 想知道呢 第一個我們把食物藉油出來 第二個 就是要把這個鍋香那個炒出來 就把那個青椒那個 下旁的炒出來之後 再把油淋回去 你就完全使用這個食材本身的香氣 跟那個熱度造成的那種鍋子 這只有把這個難度的炒出來 那邊有些小炒出來 如果你有什麼 做這個鍋的話 請他們來個月 那邊有些啟燈 請你們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